盘点鲨鱼SS29赛季的爆笑名场 看完不笑算我输 队友以为空头是落在下面的 结果被鲨鱼截足先登 即使是自己平时不爱用的大聚三 出生鲨鱼也不想给队友留 见队友没反应 鲨鱼直接骑马就要开溜 殊不知自己的这波操作就连老天都看不下去 天空一声巨响 死于闪亮登场 还想装无辜让队友支援一手 殊不知队友已经闭脉在偷笑 等待鲨鱼的只有慢性死了 我去救一下 不至于吧 我把东西都还你了 见队友没反应 鲨鱼只能使出必杀技了 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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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甚至连看都不想看一眼 救一下 救一下 我要来呀 我要来呀 哪去 为什么 为什么 熟悉的鱼村 不同的骨仓 鲨鱼也去狗分遭遇满边队路过 自己的杀骑马被发现 鲨鱼想跑结果被光子打了一刀 完了 出不去 满边对怀疑房区有人已经开始排查了 就连老马都没能信任 吓得鲨鱼当场面壁思过 对了宝子们 这么精彩的视频 还得是大屏看着才舒服 现在下载抖音电脑板 大屏看游戏直播刷抖音更爽更高清 还有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部 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地址 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板吧 绕了一圈还是决定过来排点找人 但只要对面马虎一点 自己说不定还真能逃过一劫 好巧不巧 木乃伊顺势翻窗结果也卡住了 两人就这样一个再上一个再下 追到被发现鲨鱼有点无奈 只能强行开火看看能不能带走 还想捕人结果枪头上不去 决赛圈19个淘汰最后的一打四 敌人全部躲在石头后 鲨鱼一波连点再次瞬秒两秒 手感火热的鲨鱼自信猛攻 敌人开火鲨鱼反手顺动 关键时刻马甲枪法再次罢了 为了滚刀下波 鲨鱼也是不择手段 有蝙蝠 本以为是要福地进来偷偷下波 没想到是蝙蝠杀手秀 宝贝晚安 宝贝早点睡 我还要去下一次场派对